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灵魂喜剧片 人吓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宝哥潜入一户人家准备行签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刚死了没几天 他老婆绿茶姐就把别的男人招架了 宝哥一看那能干 虽然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在生活作风上还是比较精神自爱 于是就打算扮鬼吓唬吓唬这对狗男女 可没想到很快就被识破了 就在这个时候 绿茶姐老公的鬼魂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把这个二位掐死了 外扬的原则 绿茶姐的老公就打算杀人灭后 把宝哥给干掉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宝哥的梦醒了 二叔公是真上的胆当人 甭管是婚丧嫁娶还是想要抚摸 统统拳后不打折 资要是跟封建迷信沉边的 二叔公全门情 这天早上 宝哥正在纸扎店忙活的时候 他那位纸妇为婚的女朋友小红过来出门 这小红长得可是碧月羞花 沉鱼落雁谁见谁看 这宝哥也知道自己配不上小红 而且也不忍心小红 今后跟着自己受罪 虽然小红爱吃的已经很明显了 什么鸳鸯细水蝶双飞 鲜花就来插牛粪 可宝哥一直装傻就是不见着 马老爷是镇上的大户 曾经为这个小镇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可自从马老爷死了之后 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马大哈 很快就把家业给拜托了 然后就远走他乡了 为了纪念马老爷 每逢节日镇长就会带头到马家祠堂基点 作为纸扎店的董事局主席 二叔公也会在仪式上大转全角 搞一些封建迷信的促销活动 既扩大了企业形象 也宣传了第二条产品 一举两得 转过天 马老爷的儿子马大哈的尸体被人用回来了 作为马大哈的好朋友 宝哥心里非常难过 随同马大哈尸体一起回来的 不仅有马大哈在外面娶的老婆新金妹 还有新金妹的哥哥中发白 当宝哥得知新金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之后 马上就产生了怀疑 因为以前他和马大哈去娱乐场所消费的时候 发现马大哈根本就不管用 为了查清马大哈的死意 趁着替马大哈办丧事 宝哥伪装成纸人准备一谈究竟 到了晚上 马大哈居然复活了 原来这个败家子装死的目的 是为了把家族坟墓里的陪葬品搞到手 新金妹也不是他的老婆 跟中发白才是真正的两口 等于说是马大哈和这夫妻俩合作 搞到钱他们再分仓 要说马大哈的丧事办的是真笼中 僧道俗各路神仙全都起来了 专业的哭丧团队都是帮小伙子 底气足嗓门大 好起来光打内部下 并且受放脏 等做法事的人全都走了之后 宝哥开始给马大哈咽伤了 想查清马大哈到底是怎么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为马大哈超度的大和尚 突然摸进了临堂 原来这些孙子最近手头紧 想从马大哈身上搞点值钱的东西 可他学没了半天也没有收获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马大哈的金牙 马大哈一看这根本要蛮干 急忙张开来坐 获取金牙的过程非常的不顺 大和尚使出了吃奶的劲也没能入院 而且还被宝哥从后面踹了一脚 大和尚一看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 准备用铁锥和枣子来个虎口巴牙 宝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在大和尚面前一动瞎鼻黄 把这位得到高僧当时就瞎猫了 虚晃一招撒哈子就撩了 宝哥说哥们你稍安无躁啊 明儿我带着工具过来帮你开仓谱 一定查清你的死因 为了不让宝哥再跟着添乱 马大哈决定吓唬吓唬宝哥 马大哈说我是自然死亡 你不要再费心茶了 宝哥说不对 凭我的经验判断 你一定是被人谋杀了 明儿我一定掏出你的心肝肺 看看到底是谁给你吓了毒 第二天晚上 宝哥带着全套的工具来到了马家祠堂 准备把马大哈开堂破肚 当他刚要下刀的时候 钟发白和心机妹及时出现 宝哥说马大哈是个无能之辈啊 你肚子里怀的孩子肯定不是他 这心机妹反应也快 马上就给宝哥编了一故事 说自己当年被人侮辱 打算投合自尽的时候 被马大哈给救 然后他就嫁给了马大哈 故事编的不错 起程转合都有 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 加上心机妹生了一句下 除了宝哥其他人都信了 心机妹一看宝哥没上当 于是就来了一招更狠的 准备一头撞死在大家的面前 以示情白 经过这么一折腾 还真把宝哥给糊弄过去 本来按照计划 只要第二天马大哈一下葬 马大哈偷出祖坟里的配套品 双方一分葬 这事就大功告成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差子 镇长深夜造访 说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原来马老太爷生前 曾把一大笔钱交给了镇长 委托镇长存到银行 等马大哈有了孩子之后 再把这笔钱取出来 而马家祖坟里的那些陪葬品 其实根本就不值钱 心机妹一听 马上就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那就是干掉马大哈 独吞这笔巨额的财产 反正马大哈在别人的眼里 早就隐死了 正所谓最独莫过夫人心 棉花里面藏着针 软玉温香赛皮霜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个马大哈居然还是个炼家 想当年也是一把轩辕剑 玩爆念小千 昆仑艳赤霞专业发盒犯 不过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 好狼架不住群狗 马大哈最终还是被中发白给干掉 转过天 在二叔公的主持下 马大哈被顺利下葬 街坊四连为了猪五那顿饭 哭得是死去活来 马大哈虽然死了 但这口恶气他是厌不些去 为了报仇 阴魂不散的马大哈准备偷袭中发白 小鬼还是不在华下 仅仅一招就把马大哈的鬼魂给打跑 为了尽快得到那笔钱 辛姬妹和中发白一商量 居然用上了催生药 马大哈的鬼魂找到二叔公和宝哥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之后 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身上正义 虽然马大哈做的事很缺德 但辛姬妹和中发白是更可恶 本着承恶扬善替天行道的原则 二叔公让马大哈的鬼魂上了宝哥的身 二叔公说五更天之前你必须回来 不然宝哥就魂飞破三里和派 马大哈的鬼魂披着宝哥的外衣来到了马家祠堂 七里咔嚓就把中发白一商 可是在收拾辛姬妹的时候遇到点麻烦 辛姬妹居然用自己的大裤衩 把马大哈的魂魄从宝哥的肉身上赶过出去 马大哈一看时间不早了 只好赶回去找二叔公想办 马大哈走了之后 辛姬妹居然挖了个坑 把宝哥的肉身给埋了 这种体力活对一个孕妇来说确实重了点 可把辛姬妹累得不轻了 当二叔公赶到马家祠堂的时候 发现宝哥的肉身已经不见了 辛姬妹一看大势已去 集火攻心最终嗝的屁 等找到宝哥的肉身 油灯也灭了宫姬打明天眼亮 也就是说来不及了 为了救宝哥 小红根据二叔公的指示 先是和宫姬拜堂成了亲 然后按照封建迷信的规定布置好了一些 不过在这部影片中 回魂的日子不是投其而是二期 也就是第二个欺骗 俗称回煞 哎呀 你们这些搞封建迷信的 能不能严谨一点 制定一个统一的规矩 你投其他二期把人都搞糊涂 回煞的这天 三个阴差压着宝哥回来 小红按照二叔公的交代 提前准备好了好酒好肉 这三个阴差 平时的伙食估计也不怎么样 加上智商也不行 很快就被关罪了 趁着这个机会 小红把宝哥的魂魄藏了起来 阴差醒来之后可不干 上去就把小红胖揍了一个 不过这三位是有勇无谋啊 很快就落入了小红的陷阱 无奈之下 三个阴差只好妥协 答应等宝哥有了儿子之后 再过来带人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押金嘛 英书五马红金宝 中发小豪不能少 冠英陈友和珈乐 僵尸鬼片演得好啊 宝贝战彦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